大家好 歡迎來到智庫通的Fintech全方位 踏入新的一年 很多新常態 經歷了去年的改變之後 到今年又會有什麼最新的突破呢? 在Fintech界方面 當然要請教主席 Paul 你好 如果說到2020年大家都經歷了很多 有人就形容上年可以說是Fintech界的大豐收 我覺得也是 我想除了Fintech 總之做線上或Digital方面就很厲害 大家知道直程的情況下 大家都不想外出或者要乾淨 連錢都不想碰 你知道錢是最值錢的 但也不想碰 所以很多時候就變成 連香港很特別 香港很方便 本來你下街就可以吃 第一有些關門 有些只是不給糖吃 第二就是 就算很多人都直接叫東西回家吃 變成了外賣 以及在網上做落單 那些東西很厲害 所以大家看到 最近其實是去年 在美國上市的Dordash 那些東西升得很厲害 都是華人的幾個創辦人都是華人 你可以看到就是這樣 所以Digitalization 我想這個是數碼化的趨勢更加厲害 還有我想把第一 加速發展 另外一方面 就將舊經濟 或者沒有做Digitalization 或者沒有做線上的那些 你有實力就看看轉不轉到型 沒有就可能連根拔起 連根拔起的意思是 你再不在這個行業可以做得到 生存不到 我們看到很多一些變化 就算以前做零售的 有很多店的 現在可能店就少了 而是用網上去做 用網上去做 亦都加上KOL 或者其他 變成去幫忙 那現在好像已經 我不知道將來 大學有沒有KOL的課程 或者是 這方面我覺得可能是 因為都很專業 當然香港和內地 或者海外有些不同 香港我想和內地比較接近 但和內地的文化始終不同 不過我想隨著 如果未來的大灣區那些方面 可能 我想對KOL的要求都很大 因為每個KOL都有點擁有 等於 還比Sales更加好 即是你來到 再直接一點 做直接一點 還有成本輕 還有你做到生意 我分給你沒有問題 所以我想這些模式 就會發生根本性的改變 所以我想每一個行業都要想自己 怎樣 醫療 怎樣可以看醫生 至少怎樣也看得到 然後有需要才來 還有那個 我想追跟蹤 跟蹤的意思不是追你 其他東西 有很多東西要用數碼化 去檢查你的東西 還有也有面對 就是那個 資料的問題 你看現在2020年底的時候 已經開始了 就是全世界的監管機構 開始追 最厲害的 你知道是Google 被人捉 還有Facebook 都被人告 現在 我們這樣看 就是很重要 就是資料究竟屬於誰 螞蟻在中國上 也是 資料究竟屬於誰 你拿了資料去做事 又去賣 那些資料是怎樣 你壟斷了資料究竟是怎樣 所以很多事情 你要問過當事人 如果問過你又未必拿得到 所以很多事情就是這個情況 但如果你不給 將來這方面的發展又窒了 所以怎樣取得平衡呢 我想很多事情我們都要去深思 不過如果說到 就是經歷了疫情之後 其實金融科技的發展 大家都想知道 究竟快了多少 我記得之前 曾經和Paul訪問的時候 都有說 香港可能是在金融方面 很領先 但金融科技 略為可能起步點 比歐美國家 如果在疫情當中 其實看到 歐美都經歷了一些大轉變 由原先抗拒科技的人 都轉向你迫於無奈 即你有些封城的話 其實你都需要利用金融科技 線上的一些交易 才能做到 不過他們就說 就算疫情過了之後 都未必會改變 沿用傳統的習慣 在香港見不見到這些情況 其實去年妹妹都多了很多 金融科技公司跟你們談的時候 可能發展步伐比起預期 這個一定是 首先我們叫做虛擬 例如虛擬銀行 以及虛擬的保險 發展都頗快 首先說虛擬銀行 雖然遇到疫情其他事情 但他們服務最適合 在疫情之下的增長很好 我看到他們的增長相當快 現在比預期更快 第二 唯一是慢了些 就是本來他們一開始 就可以去大灣區 因為大灣區的疫情就慢了 所以如果你說用數目來說 就不對 但是說發展 折應壽星就好很多 而且現在它的成本 比傳統銀行少七成 所以傳統銀行 你看很多東西 有些銀行本來要收收費 或者說你得多少錢 在戶口要收收 現在都取消了 就是因為有競爭出現 所以對我們消費者來說 就很受益 所以這件事 第二就是很多在KYC 因為有很多 迫著監管機構都要轉 開始就要小心 沒有面對面勁 或者怎樣 或者要收到很多 我們叫做Document、簽名 然後才可以確實是你本人 但是現在都開始 越來越多接受 就是KYC、Low Your Kind 很多這些手續 都在網上裏面做的 這些還有AI、機械人 因為這麼多的做法 就要透過AI、機械人 以及他們的分析 就拿了這些數據的時候 因為你的數據 有例如你的臉 有眼、其他東西 有指紋或者你的姓名 所以多了很多東西 還有分析得要很清楚 這些有很多時候 就需要AI來做 這些就是對虛擬的銀行 或者虛擬保險有好處 所以現在傳統的銀行 亦都有轉化 做多些這方面的事情 所以到時我想 就是大那些 就不要舊經濟的銀行 或者金融機構 就會做了一些金融科技 那就不會被人連金拔起 小的那些 就可能被人連金拔起了 至於虛擬銀行 虛擬保險 或者虛擬金融服務 就不斷產生 譬如說2020年底 我們就看到 原來證監批准了很多 虛擬交易平台 就是Pitcoin 那些都可以交易 所以為什麼Pitcoin在去年年底的時候 由去年的時候 是五、六千元而已 美金而已 升到五、六萬元 兩萬多 三萬 那就升了幾倍 所以就是為什麼這樣 金也沒有升那麼多 所以看到 當一些東西開放一點的時候 有些平台 有些安全一點的時候 認售性其實很多人都想買 不知道怎樣買 除了透過ETF買 就不知道怎樣買 那現在有些平台 又是證監規盡 那些人就敢買 那些基金公司 其他的東西 譬如我們 可能有些組合 少於1% 買這些虛擬的資產 那就是分散風險 除了買金 就買這些 那變成每天買0.5% 1% 就很厲害了 因為那些始終都是 第一 就有限 暫時來說 有限的資源要掘 第二就是 現在很多人 還有 即是 2021年頭 另外有一個叫 Coinbase 就是全世界最大的 就是那個 我們叫做 Pitcoin 或者我們這些 虛擬貨幣 虛擬貨幣的交易所 就會上市 那到時看它上市 值多少錢 一值錢的時候 就可以標的 我想其他的 還有賺多少錢 盤數給人看 究竟是怎樣 就像螞蟻集團那樣看 那會不會令到 監管又嚴重了 那這些都是一個 很大的挑戰 但我想問一下 Paul 剛才既然說開 另外一些新興的資產 其實都是Fintech裡面 因為應用到 就是區塊鏈技術 但大家可能 最著重的 未夠膽入場的 除了因為有個 投機意味在 以及覺得 新事物 都要看看安全性 你覺得監管 應該進一步是收緊 還是適時的放鬆會好些 我自己覺得 其實監管機構 應該要小心 不過小心得來 也要去探索 這方面 所以現在監管機構 都開始有 我們叫Sandbox 沙盒 做些實驗 以及給一些 他們比較了解的 我們叫Player 即是參與者 他們可以試 知道你們是認真 和是Ethics好 或者其他方面有信譽 你做應該要做得好 所以讓你們先走 以及知道你們 有這樣的技術 以及有這樣的知識 讓你們試 試了之後 就讓你們拿牌 監管做了之後 有一個模特兒 是這樣的做法 投資者 慢慢就可以參與 我覺得對我們 香港人來說 投資選擇會更多 做我們基金來說 有這樣的平台 就更加好 但到時的時候 價錢就會比較貴 因為應酬性多了 不過如果說到選擇多的話 其實就是大家 在金融服務上 選擇都越來越多 正如Paul剛才都有提到 就是虛擬銀行 虛擬的保險平台等等 稍後回來 我們看看 在消費者層面當中 在疫情過後 以這些傳統也好 或者是一些 新的Fintech的金融機構也好 究竟他們的營運模式 對改變 整個市場的機制 會不會產生什麼變化 稍後回來再談 繼續回來 自普通的Fintech全方位 阿邦 我們做了一個重溫 2020年 整個金融市場 都有一個很大的變化 Fintech就冒起了 可以說是 發展就加速了很多 究竟今年 開始是疫苗的接種 希望疫情會有一個緩和 甚至乎真的 叫做控制得到 但我們這些新模式出現了 其實是否都未必會再回頭 傳統的金融機構 或者是Fintech的公司也好 他們在疫情過後 營運模式會不會有什麼變化 一定是很大的變化 事實上我想已經是不能回頭了 我們覺得 基本上這個疫情 是全球性的影響 和影響到這麼深 和影響到四波 希望不會有第五波 變成對經濟有影響 對每個人消費的情況都有影響 所以我想金融科技更加走得快 以及不能回頭 變成舊的已經不能回頭了 新的一定要做得更快 做得快便要取得市場率 因為舊的有些是倒下了 有些是要改變 改變要適應 那些客人未必適應得完 第一 他有舊的客人 是舊經濟的 要轉新的模式做事 他未必對 那些就很容易搶到他了 第二 年輕人的 現在我們叫Z世代 或者90年 全部都很喜歡 現在的虛擬 虛擬銀行、虛擬保險 因為他們作息的時間 工作可能不止一份工作 可能同時做他們的 有些職業 或者Ko 或者其他方面 第二 做Web from Home Web from Anywhere Web from Home Web from Anywhere 變成他有時 做事的時候 他未必會 好像九點至五點去銀行 變成去很多其他 買保險 或者你 他晚上有時 我做了些事情 我就想 例如買IPO 或者買什麼 去美國買些東西 或者轉錢 我就在那時候轉 轉了 我就設定了些價錢 就完成了 分開去做 所以很多 現在年輕人 需要的時間 是24小時 他可能跟他們 調轉的 不是朝九晚五 可能中午起床 或者中午才開始做事 做完事之後 晚上才做其他各方面 但是如果新經濟的企業 我做就是做 儀式新世代 或者你是三、四十歲 沒問題 你喜歡我們做這些 我就做你的生意 用我們的模式 用新經濟的模式去做 變成了我的成本就輕 因為為什麼呢 我要做兩件事 又要做舊經濟的服務 又要做新經濟 成本就輕了 重了 但是效益就不太好 但是我新經濟就是我做一件事 很專注 其實我就砌大那個餅 那個scale 一直做 現在scale越來越大 如果你真的去到大灣區 那個scale就很厲害 那就很多賺錢 你看香港很多 本地的fintech公司 成立賺錢 都是在內地賺了錢 接著在香港 拿到虛擬銀行牌 所以如果你有大灣區開始 這個是很重要 逢是虛擬銀行 虛擬保險 虛擬的東西 我們覺得它的成本 最初是很貴 因為它要投資 就去科技 其他東西 但是一路隨著 越來越多人用的時候 它的成本很輕 還有它可以加價 它的加價可能不是前面 它前面不加價 它的佣金不是 它是管理費 它的advisory 很多東西可以 還有它知道你的需要是什麼 它慢慢有你的 data 你喜歡看什麼 喜歡投資什麼 它已經有些軟件 是跟蹤了你 以及做了你 很貼心的 貼心 就是知道你做什麼 知道你的風險度 其他東西 有時候你都不覺得 因為我們做 我自己做投資 我們覺得有時候 電視訪問我們的時候 給我們一些個案 就說要收息 但是又要賺35-50%的投資 你根本就不知道自己的風險度 去到哪裡 但是如果它有些數據之後 就實際告訴你 喂 你真的不是這樣的 你自己又說要有收息 但是要增加30% 又可以虧50% 那些東西完全不對 那它就告訴你 我覺得這個比你更加了解自己 也幫到你找到一些好的 適合你的服務 不只是投資吃東西 很多人都是 是嗎 我覺得這些都是很重要的 對企業來說 其實開發的時候 可能就很困難 每研究一個系統 投入付出都很大 但是現成又在 然後去到另一個階段 就是吸客 然後可能今年 是怎樣留得住客人 大家都習慣用了幾樣東西 但是其實競爭對手又多了很多 不過其實我們說 Fintech的範疇是很廣的 包括了你提過的KYC 或者是AI的機械人投資 我們都有涉獵過 甚至今年或者去年 其實大家可能會用得多的 就是移動支付 大家都想無現金 那究竟這幾個範疇 這幾個領域 在2021年 哪一個是重中之重呢 我覺得有幾個是重中之重的 第一其中一件事就是 數碼貨幣 就是數碼貨幣 主要原因就是幾個國家都推出來 第一就是歐洲 歐元就用數碼貨幣 他們應該是 2021年6月左右就會做了 那就開始做了 當然歐洲還有一些國家 譬如丹麥 他自己做 這個影響比較小 但是整個歐元做 這個影響就很大 那貨幣有什麼好呢 就是第一塊 乾淨和其他東西 還有一樣東西 還有效率 還有KYC 他已經知道了 這個可能 就是令到金融機構 或者金融科技的公司 他的壓力就少了 因為為什麼 由央行出貨幣 他都知道了 他樣樣跟到錢去哪裡 變成了 他亦的資訊 給了一些科技的機構 或者金融機構 變成你不用自己做這麼多 就好像以前 我們要對著行列 其他東西 當然 開頭人手 跟著用電腦做 那些都是一個成本來的 但如果這樣做了 又快 又做得好 這個我覺得很重要 因為金融機構 就會後面有很多東西要改變 因為如果是金融機構 買東西 所有的服務 尤其是傳統那些 你要對口 要不然你做不到生意 譬如我簽卡 你沒有簽卡 那些機器 那我怎樣買 現金 現在現金 沒有人做生意 所以變成 全部是金融機構 所有關乎金融機構 的供應鏈 在上游下游的企業 就很好 這個變化就很大 第二 就是因為金融機構 再加上 那些付款 已經全部都是 電腦付款 他們的資料很多 他們要處理 那這些我想 他們就要分析 你的資料 所以AI的計算 是其中一個最重要的 所以就需要我們叫SAAS的服務 Service as a Software 那就是這些 幫助你們 就很多的企業 將它分析 你拿到資料 首先你要有 Eatronic那些東西 或者在網上 拿到資料 幫你分析 分析之後 就幫你造成一些服務 那這些是很重要的 SAC 有些用Platform PAS 這些全部幫你再做的東西 還有運 因為越來越多資料 你運就一定要 但是運只是運 沒有用 你處理了資料 就好像我做了很多filing 我沒有做得很清楚 就算你做了 沒有處理 就算你處理了 分類了資料 即是書放在哪裏 其他東西 但到時你要運 就馬上拿出來 怎樣做法呢 這個就是很重要 所以我覺得這幾範 是最厲害的 Portchain是底層的技術 都是厲害的 但是這個 沒有難度 最重要是 服務哪個行業 服務哪類 我覺得這幾個 是最大的發展 經過去年 某些技術 已經鞏固了 或者大家的認識程度高了 去到今年 2021年 就是一個法力 去擴大你的基礎 一個時候 Port 下個星期 我們都要講講 Fintech多了 我們應該怎樣去選擇 或者在投資角度上 其實我們會不會 原來都可以 拿到一些 關於Fintech的技術 來幫助我們 下個星期再跟大家聊 你們現在看的是 自負財經的YouTube Channel 記得訂閱了我們頻道之後 按下鐘仔 我們有最新的訊息和最新的影片 大家就會看到 我們還有一個Facebook的Fan Page 大家記住也要支持一下 好了